我在直播的时候经常有同学问 PS5游戏的画面是怎么上去的 这要用到采集卡 比如我现在正在用的这款酷嗨米 HCA26P 这是一个新型号 直播是需要电脑的 连接电脑用这个Type-C口 这面还有两个HDMI接口 这个口用来接PS5 这个口用来输出到电视或者显示器上 视频的环出 还有接电脑的输出 最大都支持4K60 这边还有一个耳机接口和一个麦克风输入接口 去年我用过他们家的产品 型号叫HCA25P 它俩的外观尺寸接口一毛一样 但是内在却有着巨大的不同 新款的这个26P 它的C口支持4K60帧的采集 老款25P 它的C口支持4K30帧的采集 另外我们的国内直播平台主流分辨率是1080P的60 这个新款26P它能采集到1080P60帧的RGB色彩 但是老款能采集到1080P30帧的RGB色彩 想必很多同学都知道30帧和60帧对于游戏来说有多重要 目前这两款的价格相差几十块钱 我感觉为了RGB和60帧 我会无脑选择这个26P 库海米26P采用新款的芯片 温度控制的比较好 我经常直播一个多小时 外壳温温的很稳定 除了可以给游戏机直播 像Switch PS4都可以 也可以给相机手机直播 最大可以支持到1080P的240人的画面 如果你也有直播需求 可以考虑这款库海米的26P